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又一個以太坊殺手 還記得我們前陣子的Aptos的空頭嗎? 之前在群組裡的人很多都收到了這份禮包 平均就是免費送你3000美 但還有沒有機會獲得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今天我們就要帶你來了解他的兄弟 也是他的競爭對手Sweet 談談這個項目的優勢以及未來性 說不定還有機會獲得空頭喔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代的攻略 走! L1的項目 不管你是加密貨幣的新手或者是老手 我們在這邊要快速的講一下 我們今天對比的兩個項目 Aptos和Sweet 這兩個都是屬於L1的項目 那什麼是L1呢? 你可以了解他是基礎的攻略 像是以太坊或者是Selana 都是屬於一層的攻略 而L2就會像是擴容 也就是說用來解決L1交易速度 並且降低手續費 那像是有名的幾個L2就是 Optimism、Arbitron或者是Polygon 等等都是屬於L2 也就是說在L1的架構上在進行延伸 有點像是高速公路的東西像 而L3則可以把它想像成應用程式的層 像是Uniswap或者是Decentraland 都是L3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應用 而且其實在L1的底部 還會有一個叫Layer 0 它可以說是一個生態層 像是Polkadot或者是Cosmo 都是最基礎的生態層 那我們之前爆掉的Terra Luna 就是利用Cosmo SDK所創造出來的L1 那雖說每一層都有不同的用處 那就很像一個金字塔一樣 但我們今天要對比的Aptos和Suite 都是屬於L1 它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就要先從它的背景說起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Facebook 在早期他們有一個項目叫做Libra 那最主要是建立鏈上的穩定幣支付系統 不說你可能不相信 在台灣其實感受不太到 在東南亞國家很多主要的購物 都還是使用Facebook上面的這個市場功能 或者是歐美地區也是有蠻多用戶在使用的 也就是說大家都會在上面交易 但為了讓整個流程更為的簡單 或者是說減少隔閡 那麼中間就必須要有一個信任的媒介 來包辦支付的這個部分 因此呢 Facebook才著手去研究這個 以區塊鏈上的穩定幣支付系統 那除了Facebook下的應用外 這整個生態的基金會就包含了各家知名的公司 像是作為支付龍頭的Visa和Master 都參與了其中 又或者大家熟知的Ebay、Shopify 或者是Uber、Lyft 還有區塊鏈的領頭 像是A16Z或者是Coinbase 都參加到了這個龐大的體系之中 可以說是聚合不管是科技、支付 或者是區塊鏈領域的大佬 所組成的這個夢幻砸錢陣容 後來因為各種稅務上還有一些法規的原因 Facebook也曾經試圖把這個項目更名為DM 畢竟是上市公司牽扯到太多不同國家的政策 還有種種利益因素 那這個開發已久的項目 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但還有東西保留下來 那就是 燒Facebook很多前後所開發出來的城市語言 Move 為什麼是兄弟呢? 其實呢 Aptos和Sui的創始團隊以前都是在Facebook中開發DM的同事 那所以呢 他們後來各自離開DM團隊後都各自發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畫面 我們可以發現兩個項目的人都是從Facebook出來的 所以呢 其實這兩個項目都是使用當時在Facebook時期所開發的Move的這個語言 而這個Move的語言架構是在Rust語言上的 那我們等等也會講到這個之後所帶來的影響 但Move的特性就是非常快 而且他的交易手續費也非常非常的低 像是我們所熟知的Selana 很多人都覺得他已經很快了 而且手續費也真的很低 但目前鏈上大約速度是在3000TPS 相比之下 Aptos和Sui則是大概在12萬TPS左右 而且完成認證的時間都會小於一秒 那我們就不深入去講 只要知道這個Move語言 他有個特性就是解決了現有智能合約的一個痛點 就是在原本的合約我們的資產是綁定在上面的 所以只要合約有問題 就連帶我們的資產也會受到影響 但是在Move的體制下 資產是存在錢包內 那合約只能去呼叫錢包內的資產 而真正要動用時不是屬於複製資產 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移動資產 所以他才會取名叫Move這個名稱 聽起來很複雜 但總之你只要記得 他的安全性比起現有的Russ體系下 還來的安全一些 因為當時的富爸爸Facebook在燒錢做此項目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以支付作為架構 所以安全性一定是優先考慮 所以呢 從富爸爸那邊拿了那麼多資金來做研究的同時 現在又能夠拿研究成果出來自己做團隊 所以 變成新的宮殿寵兒 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Aptos已經上了很多交易所 那我們在這邊就不多加贅述 但Suite本身也是有非常多的投資者 在A輪的融資就融資了大約3600萬 而B輪是直接融到了3億美金 整體的估值就直接上到了20億美金 而且領頭的機構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VC 像是A16Z Coinbase Ventures Binance Labs Circle Ventures 和Jump Crypto 都是大咖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投資者 重疊性質和Aptos其實還蠻高的 但如果我們跟他之前所募資的金額 相較其他項目優渥的Solana相比下 我們可以看到 總共募資的9輪才有3.15億 雖然說也不少 但看得出來 機構對於曾經有副爸爸調教過的團隊更為的看好 但不管怎樣 之後上線人一定都會在一線交易所看到Suite的身影 畢竟交易所本身就是Suite的投資者 因為目前Aptos的空投完成後 這一個項目也開始遭受到很多模仿的假項目方進行詐騙 所以官方也特別在推特上聲明說還不會有任何官方的空投 但其實這樣做可以避免很多人上當 但項目方遲早還是會需要空投把代幣分散出去的 但還不知道是哪時候而已 而目前來說項目方前陣子才處於是Deafnet 那最近也才完成第一波的TestNet 那也要等到最後TestNet都沒有問題之後才會進入最後的主網MainNet 那所以說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說他會使用哪一種方式去截圖 但我們可以用接下來的方式幫自己提高空投的機率 那就讓我們盡量操作一下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要先去下載這個Suite Wallet 然後就點選這個加到Chrome裡面 下載好之後呢可以直接把它選定到上面來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入錢包的設置 當然第一次的話我們就選擇這個Create Wallet 在這邊輸入你的解鎖密碼 然後按下一步 再來就是你的助記詞記住就是用紙抄寫 不要把它存在你電腦的任何地方 好了之後我們就按OpenSuite Wallet 那因為呢這是第一次嘛 那我們所有的鏈上交易都必須要有手續費 那我們因為這是測試網 我們可以直接去request這個Suite Coken 我們就多按幾下他就會有資金空投進來 記住呢這目前還是DevNet的測試網 那之後呢他所有鏈上的東西都還是會清空 那但是我們現在做的做法就是 如果他之後真的測試網上線的話 你就是一樣再做一次即可 那你大概知道說 欸這個是怎麼操作 首先我們就可以到這個Apps裡面去跟這一些去進行互動 像是我們直接到這個Suite NFT Mint 這裡面 然後按連接錢包 然後這邊就可以去製作你的NFT 然後我們就按Create 那基本上就是做互動 然後好了之後Transfer 然後我們這邊就有一個我們剛剛製作的NFT 或者呢就是點選這個NFT遊戲 那基本上就是2048 然後我們就按這樣子 然後連結Suite的錢包 然後你就可以去玩這個遊戲 反正呢就之後如果是測試網上線的話 就是照這樣做 沒有人知道他會依照什麼樣子去截圖 但是往年就是不同的這種項目通常都是會跟NFT有相關的 就是假設是跟他某一個NFT的平台做互動 或者是鑄造某一些NFT 那這時候他們就會依照那個平證來做空投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剛剛經過這麼多次的就是合約啊 就是鏈上的資產交換 我們所消耗的這個Suite代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0.000幾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快速 而且又花費到非常非常少的這個公鏈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生態裡慢慢去遊玩 那通常的東西都會在這個Apps裡面 你就可以去了解看看 說了那麼多優點 但還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Suite的代幣上線還是非常多了 總供應量為100億 所以如果不特別計算所倉的這些非流動性資產的話 只需要價格在15美金 就能夠超越現在以太坊的市值 所以呢 走勢應該也會像Aptos一樣 一上線就會有個拋售潮 當然也要看看有沒有所謂的科學家 獲得大量的空投來操縱這個市場的走勢 所以之後也要特別注意一下解鎖的時間 那解鎖代表就是會有更多的代幣流入市場 也會有更大的賣壓 只要是生態都還沒有建立起來 需求也不會到特別大時 就不會有人持續來買單 那當然這一切都還是要等到Suite公佈它的代幣模型 還有鎖倉的週期等這個額外資訊 那後續我也會幫大家持續追蹤 當然要更快獲得消息不等更新的人 也可以直接追蹤庫克實驗室的Twitter 那在那邊會更新的快一些 所以Suite會不會成為以太坊的殺手呢 我覺得它會和以太坊共存 並不會所謂的是殺手不殺手 畢竟兩者都有它的特色 但Selana的處境在FTX炸掉之後 又得雪上加霜了 還記得我們前面所說到的Move底層 一樣是使用Rust嗎? 那這代表工程師就這麼多 那Suite和Aptos都會搶到這個工程師的份額 就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新人工程師 那你要去兩間公司 一間是曾經輝煌過但父爸爸殞落的公司 又或者是你要去一個新創的公司 而且還有很多父爸爸 我想這個答案肯定是顯而易見的 畢竟後者的機會成本比較低 可能因此踩到百倍幣的機率 也大大的提高 只能說接下來的L1 又會是一場大廝殺 沒有說之前的工練不好 或者是沒有競爭力 但在眾多的廝殺中 要有超能力的項目 這個讚到最後的機率一定是比較大的 那最後如果有從這支影片中 學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按個讚 並且幫我們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這也是給我們做影片最大的支持以及鼓勵 當然還沒有訂閱庫可實驗室的人 也趕快訂閱起來吧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喔 還有也可以多多利用影片下方的社群連結 跟大家一起打屁聊天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